卓西乡待会订期会乡镇总执询议程 连任成功的乡代表邱秀英今天上午执询 针对已务干园区 乡公所今年将拟定相关收费办法 请业管主管进一步说明 而同时也请乡长田桂花请上备巡台 旧卓西马侠儿广场建设计划方向以及进度说清楚讲明白 赚在咨询台这一次高票连任成功的乡代表邱秀英 态度温和关注农业灌溉 部落公共设施优化改善等议题 面对少子化除了现有育儿津贴 邱秀英从布农族传统文化思维 建立规划满账记忆补助 鼓励乡民争产报国 因为我们这边布农族说同一个系统不能结婚 所以以致我们就刚刚讲的我们卓西乡的人口都凋零了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也透过满账来冲击 或者是增加我们这边结婚的意愿跟生产的意愿 所以满账这个回馈里就是生命里属 就是回馈里无目的意思就是满账 所以这个议题能不能列入 有关地方重大建设发展的卓西马夏儿广场建设计划方向以及进度 能否赶上后年承办全国布农运场地之用 邱秀英有请乡长田桂花说清楚讲明白 这几个月我们已经针对地震的专探 还有我们的分割作业都已经到了一个段落 那因为国产署这里的土地占了90% 那目前这个月已经有回馈给我们吧 那宣政府的部分是占了10%的土地 那现在还在等他们的回复 那主要是这个两个罕都OK了以后 我们整个团队就会朝向西班计划跟水保计划来进行 如果实施的整个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我们团队会尽量突破 看能不能真的是在后年的时候 是前果不能用到这个真的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此外相代表邱秀英也相当关注苦丰春 一路感圆区的经营规划 尤其从华东纵馆出无偿获用后 相公所今年度拟定相关的收费办法 邱秀英提出质疑 既然我们又有收费 我们又怎么去包装 外围的一些社区 那个园区也太平面了 没有层次 你去看一下他们会出一点小山丘 我们卓西乡的捡水不是很丰沛吗 我们这样弄个小鱼池 出一个造景不是很好吗 这个是我的见解 也是隆天部落所有村民 我们部落的村民 一年可能去过也可能就零次多多有 对位数多多有 主席相代表邱秀英关注地方重大建设 以及文化观光发展 民生农用水的议题 同时对于争取建制路口捐食器 部落卫生环境的改善 以及垃圾清云服务等问题 在60分钟的咨询时间内 主义和业务主管理性问证强烈监督 记者石玉兰卓西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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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